台北市場參選人蘇貞昌 今天特地趕夫人詹秀玲 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參觀 他看到前衛新穎的服裝設計 蘇貞昌突然提到 自己對美國當紅歌手女神卡卡 在MV裡面的前衛穿著 也印象深刻 強調自己不是老Coco 蘇貞昌和夫人詹秀玲手牽手 仔細聆聽導覽員解說 為了配合服裝展的橫條主題 兩人還特地穿上橫條紋的上衣 近距離看到法國設計師 一件件誇張的服裝設計 蘇貞昌第一個想到的人 竟然是美國當紅歌手Lady Gaga Lady Gaga在那個 特別在那個 好像囚犯一樣的 從那個衣服露出來 最後脫光 那個是不是也有蘇貞昌 那其實Lady Gaga 怎麼可以不認識 他有那麼多的粉絲 還超越歐巴馬 我們應該看到整個世界 其實都是不斷地在改變 強調自己不是老Coco 蘇貞昌強調自己也有跟在 時代尖端 和Lady Gaga 蘇貞昌也不忘 喊自己的選戰文宣 超越自己 但對於對手 好龍斌稱自己超越陳水扁 是民進黨史上最強的候選人 蘇貞昌卻很低調 個人不重要 而是要看台北市民 改變的意願強不強 而我們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 台北市民很想改變 很想超越 好龍斌抛出民進黨最強說 蘇貞昌冷回應 回歸市政 不隨對手議題起舞 讓對方有做文章的機會 民新聞全秀楊博爵 台北報導